工廠裡一個個全新輪胎 有的要賣給台灣民眾 有的正準備銷往國外 不過美國商務部宣布 將對台灣輪胎產品 施加52%到98%的稅率 讓台灣輪胎業者很憂心 這一類的這種反傾銷稅課徵以後 以美國市場這個輪胎 進口的競爭這麼激烈 大概除非台灣的業者的利潤 能夠完全回吐 否則它一定是流血輸出 萬一真的被課徵反傾銷稅 勢必大幅減少輪胎業 在美國市場的獲利 業者無奈之餘 也只能將受衝擊的商品 緊急改由中國廠房出貨 PCR、LTR這些被課高關稅 就不出貨了 我們一到張家港去出貨 美國對台灣輪胎業 施加反傾銷稅來得又快又猛 根據出判結果 振興橡膠和南港輪胎 分別是52%和98% 其他業者都是89%左右 不過對南韓、泰國以及越南 施加的反傾銷稅 卻都沒有比台灣來得高 讓在野立委質疑 台美關係不是史上最好嗎 政府一再強調開放萊豬可以換到台灣的國際經濟地位 但是萊豬已經正式開放 台灣想要的FTA、BTA卻還是無聲無息 來得卻是反傾銷稅的重大打擊 恐怕始料未及 歡迎新聞 那靈智彭麗的題材台被報導 我會想說 感谢观看